新消息我们来关心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敦毅的夫人蔡令仪 她先前在澎湖府选时脱口而出说蔡英文挪走了国家11亿 这段话引发绿营不满民进党提告 而蔡英文上午也是出席活动做出最新的回应 再给记者宾宇桥 好 主观众 行政院长夫人蔡令仪今天一大早是到板桥地区来扫结拜票 并且是到庙里上香祈福 不过针对民进党在昨天下午是在对于蔡令仪在12月11号 在澎湖为国民党辅选肇事时公开在台上讲 蔡英文拿了国家10亿这件事情让民进党非常的不满 昨天下午是特地到了北柬的暗铃控告蔡令仪意图使人不当选 对于民进党的动作蔡令仪刚刚发表她最新的看法 我们来听听一下蔡令仪的最新说法 故事上做道歉 对对对 那你觉得是不是蔡英文这部分其实应该自己要出来讲清楚 对啊对啊她本身就是要来讲清楚 我们是看媒体我们看的就是报纸 因为刚开始的报纸是用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数字 刚开始的时候 那后来我们去转书 后来就是慢慢是这样的数字嘛 刚开始是这样的数字 那后来媒体慢慢更清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数字 所以我对她这个数字来说道歉 那她自己我想她自己来做说你更清楚 因为这个过程她比我们更清楚嘛 我们听到呢蔡令仪是表示她当初呢会在台上讲说蔡英文拿着国家实益 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引述相关媒体的报导 如果针对这个数字的部分有出入 其实她愿意跟这个蔡英文或这个民进党来道歉 不过她针对于昌岸她也表示 其实蔡英文是自己才是最清楚整个于昌岸来龙去脉的人 她应该出来讲清楚 而蔡令仪今天早上呢是背着这个行政院长吴敦毅太太的一个彩带 是到了板桥地区来扫结派票 希望能够帮马吴在这个选前倒数一个月时间来充次选情 以上就是现在的情况把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针对令仪提告蔡令仪表示愿意道歉